大家好,今天是8月4日,星期五 市仍然低低迷迷,其實很正常 有沒有想過? 恆生指數由7月5日低位25,199點 升到8月2日暫時高位27,747點 四個星期五到,恆子已經升了2548點 步伐真是急的 當然直到現在這分鐘,指數仍然咬著高台 整個形態告訴我,升勢仍然有如未盡 講到這件事,首先要留意的是10天平均移動時 大概27,28點的水平 指數一日仍然在10天線流上 技術上都是處於一個沉定的勢頭之中 直到指數在某一日或者某一個指數點 是觸及10天線或者跌穿10天線 也都意味著市場會開始反覆了 至於會跌多少或者會怎麼跌 是過一刻才看的 現在這一分鐘還是延至過早 直到現在這一刻來講,升得多的股份 有少少反覆是很正常的 包括騰訊,恆子成分跌10% 包括廣交所這兩個星期也都升了不少 恆子成分跌2.7%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大部分的成分股 走勢相對比較硬正的 當不知高台有1-2%反覆 這是很正常的 但是整體來說 都仍然是未曾走出了著尋頂的格局 我想說一件事就是成交金額 有一天是多過千億 但是其他的時間成交金額都只是一般 講了很多次了 大市在2萬2、2萬3的時間 成交金額都只是七百億 或者八百億 來到現在這一分鐘又是八百億、九百億 如是著成交的股數是少了 如果2萬2、2萬3的成交股數沒有變 套下去現在大部分股價已經升了上來 現在的成交金額應該是很兩例才對 可以解釋的 因為有一路上升當中的股份是逐漸逐漸歸別 例如回控、騰訊等 都全部落入了強者手裡 令到這部分的流量的股份相對比較少 基金拿了貨會不會走 當然是日日會走 但就不是現在這一刻 好像回控那樣 業績公佈完之後 還有一個回購的計劃 現在不是這次的回購20億美金 現在人家在預視或者預測 最近在末期業績公佈的時候 明年3、4月份 仍然有新一輪的回購計劃 股價基本上是處於一個 中期上升的勢頭之中 任何技術上反覆 只是高台的整股 另外還有A股 早日見過33805點 雖然這兩天還是整股不遲 但是不要忘記上證指數沒有跌到3305點 就是說都是抓著高台 我總是覺得上證在第三季 始終會成功突破去年和今年的上頂 包括3301點和3295點的 市況低迷但不要緊 現在還是8月初 其實8月中之前 市如果行得太急 反而不是一件好事 我相信整股過後 會等機會慢慢慢慢上 順帶一提 民眾財經台下星期一 會有一個大型的發佈會 在香格里拉舉行39樓 到8月8月下星期二 就正式啟播了 大家可以多些關注 如果有問題的 不可以傳給我們 我們會即場解讀大家的問題 好了 今天問到這裡